一近房门散乱的物品衣物 破碎的大理石桌 还有一些物品被窃取 整个环境就像是台风扫过 屋主看到家中变了样 整个很惊吓 这是在新北市三峡原住民文化部落 由于阿美族的屋主 11月份到花林工作 一个多月时间不在家 而其他住户发现 没人的房屋内有异状 便通知管理员 1月17日管理员开门查看 才发现房屋脏乱的景象 赶紧通报屋主 也请警方来做鉴定 而屋主面对如此状况 心灵感到难过 也对于社区环境的治安感到失望 经过检定科的警员来做过鉴定 那也录了一些笔录 心情真的是很难过 我觉得就是原住民善良的本性 到什么地方去了 因为破坏的东西非常的多 对 然后一些财务的损失 当然也不计其数 而管理单位新北市原民局得知消息 也派原过去关心 表示会以急难救助的方式来协助屋主 并对于社区内发生遭窃状况 会针对社区环境管理来做检视 我们原民局当然是这个文化部落的这个管理者 那我们会在这个后面再来检视 我们所有的这个管理人员 跟保全人员相关的这个对社区的一个 关心的一个程度来做加强 经过管理员调阅监视器 疑似是社区内的青年孩子所为 应该是利用装冷气的窗口 进入到屋内 可以看到墙上还有手印的痕迹 屋主也发现家中物品出现在其他住户家中 认为社区缺乏了敦勤 目前警方已经鉴定现场状况 还在进行侦办当中 而屋主损失有多少 还需要等到整理家屋后才会知道 就怎么把好戏美食三侠采访不到